大家好 欢迎大家关注新闻看点 我是李沐阳 节目开始先来回应一位网友的提问 他在邮件中问我 李沐阳教授 您知道疫情什么时候会结束呢?谢谢 首先我不是教授 只是因为我在国外 没有网络封锁 没有过滤屏蔽 得到的消息更多一些 其次对疫情结束的时间我真不知道 我想也没有人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我知道的是 这个新冠肺炎疫情很严重 绝不是中共官方通报的那些数字 而中共为了它的政权稳固 为了他们权贵阶层的家族利益 不惜发动大跃进式的运动 催促看不到真相的人们复工复产 我还知道 世界上医疗系统最强大的美国 高度重视这场疫情 前天白宫已经要求国会提供25亿美元的紧急资金 应对新冠病毒 昨天就是25日 美国疾病中心的官员表示 源自中国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 有可能成为全球大流行病 而且病毒在美国境内扩散是早晚的事 最近中共高层接连催促各地有序复工复产 要求努力实现经济发展目标 央视报道 在官方要求复工的压力下 虽然新冠肺炎疫情没有退去 但是大陆各地在设法召集外地员工返回到工作岗位 昨天 中共的民航局说 全国各家航空公司已经开辟了252个班次 可搭载12000多名工人复工 从出行的方向来看 主要就是为了保障西南西北东北这些地区的务工人员 前往华东和中南地区 在中共的统治下 新时代的东南非出现了 华东指的就是山东江苏 安徽浙江江西福建还有上海等六省一市 而中南地区则包括湖北湖南河南广东广西还有海南等省份 长期关注新闻看点的朋友可能知道 这些地方都是疫情相对严重的地区 尤其是湖北在全国排在首位 而中共为了恢复生产 把疫情不太重的地区的工人 要送到疫情严重的地方去 央视报道说 为了保障全国各地复工复产工作顺利开展 各家航空公司都开设了复工复产包机 开辟了快速通道 甚至还吹嘘随盗随批 优先保障复工复产人员搭乘 确保复工运输任务能快速通畅完成 农民工可以优先搭乘飞机 这在其他任何时候都是没有过的 昨天我们在节目中还说 农民工背景离乡到异地打工 干着最脏最累的活 却拿着最低最少的工资 在社会上基本没有什么社会地位 但是中共为了复工复产 给农民工返港开设了快速通道 那谁又会觉得农民工的地位是提高了呢 昨天晚上红海科技集团的官方微信宣布说 已经聘请了中共工程院院士 呼吸病学专家钟南山 担任了防疫级复工总顾问 有大陆朋友可能不太清楚红海 但是估计您听说过富士康 这是同一家台湾企业 红海这个动作所透出的信息就是 瘟疫当头人们保命要紧暂时不想复工 而红海是希望复工 但是担心防疫不到位 所以聘请了钟南山担任防疫顾问 红海的意图很明显 意思就是说 我聘请了大陆的顶级专家来坐镇 你们不用担心传染病的问题 可以放心来上班 这就是利用了钟南山在中国百姓心目中的形象 希望借助他的影响力 稳住人们坠率不安的心 让工人塌心防港尽快开工生产 不可否认 钟南山作为流行病学的专家 防护知识比一般人懂得很多 知道怎么样更好地防护自己 但是这次疫情的严重程度超过SARS十倍不止 请钟南山做防疫顾问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吗 如果这样想 那就有些天真了 何况同样是中共疾控中心专家组成员之一的 北大医院主任医师王广发也有着专业的防护 结果他也中招了 就算是钟南山能够帮助红海做好防疫 其他的工厂企业呢 毕竟聘请钟南山的只有红海 不是每一家企业都可以聘请专家来做防护顾问 另外再换个角度想一想这个问题 武汉爆发疫情两个多月了 为什么习近平始终就没有去过武汉呢 从去年12月初疫情在武汉爆发到现在 习近平一直在说亲自指挥亲自部署抗疫工作 但是到目前为止他并没有亲自去武汉 只是派出了中共总理李克强去了一次武汉 还委任中共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 作为特派员到湖北独站 习本人只是在2月10日 在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和市长陈基宁的陪同下 到朝阳区的一些社区医院了解了防控疫情的工作 并和湖北的防控一线医务工作者进行了视频连线 他为什么不去武汉呢 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认为 最主要的就是怕被病毒感染 武汉是疫情最严重的地方 谁也不知道病毒在哪里躺着 谁也不知道哪个人是病毒的携带者 谁也不能保证绝对的安全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出于谨慎 在医生和智囊的建议下决定不去武汉 武汉当然是疫情最严重的地方 这已经是公认的事实了 但其他地方也好不到哪去 网友发过来一段视频 是重庆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大门口的画面 视频中显示 在医院门诊部的外面 许多人都在排队等着看病 长长的队伍 从门诊部的门口一直延伸到很远 似乎还没有看到对委 网友发这段视频的时候附上了一句话 你觉得你能进医院的概率有多大 住院就不提了 大纪元前两天得到一份 山东卫健委的上报文件 显示出山东检测处的新冠病例数 是官方通报数据的1.36倍到52倍之间 这篇文章的网址我放在文字稿中 大家可以自己阅读 就是说疫情非常非常严重 但是这么严重的疫情之下 当局还要求人们复工 而且把人们送到疫情最严重的地方去 另外还有不少的消息传出 有的地方刚刚复工就停工了 因为从复工人员当中 检测出了新冠肺炎的患者 一人确诊几十几百的人被隔离 这并不是复工的企业多 才出现的特别现象 其实复工的企业并不多 前天中共发改委表示说 制造业基地浙江省有超过90%的企业已经复工 广东 山东 江苏 辽宁等省份的工厂 已经有超过七成的企业复工 从数字上看 这些地方的复工率已经很高了 但实际呢 首先说一点 发改委统计的这些数据 只是对大型工业企业的统计数据 也就是说 只有年营收在2000万以上的规模企业 才在发改委的统计范围 而那些为数众多的中小企业 根本就没在发改委的圈内 而且中共的官方只强调 复工率 对复工的程度是避而不提 我们以浙江的舟山来说 这个城市宣称是全市1085家大型服务供应商当中 有1068家已经在上周末之前就复工了 253个建筑工程其中有218个复工了 但是自由时报表示 某条高速公路建筑工程只有60%的工人返回了工作岗位 我们再说那些中小企业和服务业 他们要想恢复正常的运作 这个过程比大型的公司困难的多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中小企业很多没有办法达到各地政府制定的防疫措施标准 包括最基本的向员工提供口罩 今天收到一位网友的来信 反映了他所遇到的问题 网友在信中说 大纪元的朋友您好 我目前在江苏苏州昆山做教育培训 由于疫情原因一直不能开课 截止2月26号就是今天 接到教育局的通知 没有准许不得复工 具体复工时间要等通知 目前两家培训学校要交房租 还要发工资 资金链已经断裂 信中说物业费到期了 跟其申请延迟到复工再交物业费 但是对方表示不可以 物业费晚一天交就会断水电 不管是个人还是大企业 都让人心寒 信中说我们两家正规的培训机构 岌岌可危面临破产 还有网友反映 上海的工厂复工已经失败了 网友在推特视频中显示 很多人拖带着行李包裹返港 却进不了厂 从网友反映的这些情况来看 中小企业复工有很多的限制 要得到上级部门的许可才行 前天 中国工信部总工程师田玉龙 在记者会上表示 根据他们的统计 中小企业复工率还不到三成 他说 稳住中小企业就稳住了就业 减轻疫情对中小企业的影响 是非常重要的 他坦言 中小企业复工生产 存在着现实的五个难题 一就是地方政府为了防疫 要求企业提供大量的审批证明材料等等 给企业造成的复工难 二是人员流动不畅 还有首线隔离14天导致用工难 三是物流环节不畅导致原料进不来 产品出不去的产益链配套难 四是中小企业手中现金太少造成的资金支撑难 五是中小企业虽然有订单 但是还不能及时生产造成的订单交付难 渣打银行前天公布 在新冠肺炎疫情之下 中小企业的新型指数已经跌到了40.5 创下了历史新低 虽然当局要求复工复产 但是受访的多数中小企业认为 所有工人要到三月才能大致回到工作岗位 全面恢复生产则要等到四月 对于北京当局要求复工 世界卫生组织最近表示了担忧 因为新冠肺炎疫情仍然在扩大 病例和死亡数字还在不断的攀升 而且病毒太狡猾 传播的方式是多种多样 在这些关键问题都没有解决的前提下 要求全国各地开工 很可能会导致全面所做的一切防疫努力 前功尽弃 首先就是病毒的潜伏期 直到现在人们都不清楚 大概潜伏期究竟是多长 世卫组织早前说潜伏期是4到10天 但是有很多病例显示 他们携带的病毒潜伏期 远远超过这个时间范围 比如山东卫健委昨天通报一个病例 一名服刑人员9号刑满释放 本人没有任何症状 也没有被确诊是病毒感染者 但是他回家以后 却传给了身有残疾 卧病在床的哥哥 这个病例已经超出了 世卫组织所说的14天最长期限 如果还以这个期限作为标准的话 那防疫还有效吗 其次就是这种病毒非常狡猾 难以检测 有太多的案例证明 这种病毒的潜伏期 还可以逃过所有目前的这些检测方法 特别是核酸试制检测 有的病例测试多达6次 仍然显示为阴性 但实际本人的这个染病症状 已经很明显了 潜伏期无法检测 病毒防不胜防 怎么确定身边的人有没有染病呢 第三就是 病毒携带者没有症状表现 但是却能高效地传染给他人 这是一个很难缠的问题 该怎么识别那些 没有症状的高效传播者呢 如果不能识别 又怎么进行防控呢 第四 就是这种病毒的重症致死率非常高 专家们研究发现 这种病毒不仅伤害人的肺部 而且同时它攻击人体的多个器官 比如心脏 肾脏 还有免疫系统等等 美国的科研人员还怀疑 这种病毒还攻击男性睾丸 可能会对生育造成一定的影响 这样的一种病毒 到目前还没有特效药 该怎么进行有效救治呢 说到这 想起黑龙江省加木斯市的一个宣传 这个市有15例确诊患者 而治愈却是16人 网友很奇怪就问 用的什么方法治愈力这么高 能不能在全国推广 第五 就是这种病毒在治愈之后 仍然是人体携带 仍然能传染他人 就是说这种病毒很可能会终身携带 就像乙肝病毒一样 这五大关键问题都没有解决 当局却让人们复工复产 当然很容易造成疫情再次扩散蔓延加剧 使之前所做的那一切防疫的措施都会费工 我们来看这个视频 这是辽宁锦州辽西小商品琵琶市场 画面中显示有很多人聚集在一起 等着开门营业 大家想想 这么多人高密度聚在一起 万一其中有没有症状的那些病毒携带者 会不会造成传染 后果有多可怕 这就是看央视的新闻联播的结果 北京这么做 我们在前面的节目中已经说过了 就是拿老百姓的命在赌博 他们赌这个病毒会随着气温升高 自动消失 病毒早早退去 这是所有人的一个期盼 但是如果病毒没有随着气温升高而消失呢 就算病毒会随着气温升高而消失 那气温升高之前的这段时间 又怎么办呢 所以真心希望看到新闻看点节目的朋友 也请您转告您身边的每一位朋友 不要相信中共的宣传 钱没了可以再赚 命是自己的 好 以上就是电视节目的部分 更多内容请到新闻看点的会员去收看 按照中共的新闻看点节目